今天是一年一度的中元節 大家之前都有沒有去 我說別的年頭都有沒去中元節去拜拜 拜拜,有沒有?有啊 為什麼要拜拜? 你們之前為什麼要拜拜? 拜祖先,拜祖先這是有智慧的人 但是大部分人,你們是為什麼去拜拜呢? 這個我了解了一下 怕鬼找上門來 中元節,中元,鬼節,你不拜拜 你得罪好兄弟,他們來找你算帳 半夜來敲門 雖然我們說是人不做壞事不怕 半夜鬼敲門 到七月了,那可不講就這麼多 你好人他也來敲門了 大部分人我看了一下,咱們還挺熱鬧的 每年的中元會 因為一般的一些傳統家庭出生的老闆 他們還帶著工人拜拜 一個公司集體拜拜 拜拜的目的就是好兄弟得罪不起 然後大家還是拜拜吧 您肯信其有,不要信其無 全當他存在的 大部分人是這種心態 那這個是什麼原因? 就是我們傳統根文化丟失之後 這個教育缺失了 那這在之前,這種教育不是不需要老師來幫著完成的 那基本上是祖孫 就是你的爺爺沒事就跟你撈叨 這個為什麼七月要拜鬼呀 這個為什麼叫中元節呀 為什麼叫余蘭盆節呀 那麼一般的爺爺帶負責的教育孫子 為什麼呢?爸爸這一代比較忙 沒有時間陪孫子這一代 然後基本上是老人家 我們叫祖孫 老人享受晚年的弄孫之月 現在基本上我們老人也不太懂了 因為現在老人也都是特別是 就是我們現在的老人基本上是1900年之後的 基本上是還經歷了清朝末年這樣的一個時代 否則你就是一個新文化洗腦了的人 這個我們東方文化的洗腦是從什麼時間開始呢? 就是1900年 大家知道在歷史上有個叫辛亥革命時期 那麼西方文化開始衝擊東方文化 那麼把我們傳統的祖根文化當成垃圾 通通摧毀了 就是我們把洗澡水泡掉是對的 因為髒了嘛 但是你泡洗澡水的時候 忘了裡面還有孩子 結果你連洗裡面的孩子跟髒水一起泡掉了 好的東西你也泡掉了 壞的東西你也泡掉了 這變成了我們現在南洋人 咱們新加坡人給自己起了個名叫什麼人? 叫香蕉人 香蕉人是什麼? 你們吃的banana 香蕉皮是黃的 裡面芯是白的 我們是長著黃皮膚 我們是長著黃皮膚 但是我們瘦的文化是西方文化 所以是banana 你們還好一點 大陸人現在更慘了 他們是香蕉皮人 為什麼?裡面那個嚥也不是白的 沒嚥沒那種空的 只剩了皮了 裡面的精神的東西 軟件這個東西丟失了 你們是輸入了西方的文化 天主教文化 基督教文化 以聖經文化為主的文化 東方人特別大陸人 現在是什麼都沒有了 相信manana 這個皮裡面都要裝上manana才漂亮 人皮 我指的是你這張黃皮 你是不是長著一張黃臉 黃皮膚 然後你這個黃皮裡面 塞上manana 塞上珠寶 塞上豪宅 然後這個人才漂亮 我們現在是一個錯誤的 價值觀的時代 也就是說我們整個人類 現在丟失的本 這個本是什麼呢? 實際上在我們傳統文化中講得很清楚 自天子一致於疏人 一事以修身為本 本丟了以後 本末倒直 你是抓那些枝葉了 就像一棵樹 你抓著樹葉子 但是你把樹的根和樹的幹給丟了 那你就是本末倒直了 你該抓的沒有抓 那抓了末梢的東西了 所以錢對我們重不重要?重要 一棵樹沒有樹葉子不行啊 沒有樹葉子光土土的不繁榮 那這棵樹也要枯死了 但是樹葉子壞了 還不是核心的問題 那麼就是樹根、樹幹壞了 那整棵樹都枯死了、都乾死了 一片葉子黃了不要緊 所以古代叫本末 不要道直 以修身為本 那麼修什麼身呢? 第一是修身 第二是齊家 第三是治國 第四是平天下 叫修身齊家治國 平天下 那修身是修了我們的身心靈 以身為在體的 在身體軀殼裡面做主人的心靈 我們要有一點精神的高度 那麼你才會受人敬仰 變成一個寵高的、偉大的人物 那這是每一個人活著要去追求的 是自己由凡夫變成聖人 由一個輕量級的人物 變成一個重量級的人物 那麼你要變成一個重量級人物 你必須為他人著想 為這個社會著想 為國家著想 為天下 天是我們的星空 地就是我們腳下的大地 就是普天之下 就是我們在大地之上 普天之下的所有眾生 那麼都在我們的心中 去慈愛、去關懷 那麼這個是什麼? 這個就是平天下 那治國是治什麼國? 治國是治理自己的身國 你的身體是個小宇宙 外面的世界是一個大宇宙 所以我們怎麼去治理這個國家 那你的心裡面 這個傳統文化 大皇帝內經中提到 這個心神 神是君主 你這個心臟裡面住著一個神 叫心神 那麼他是你這個國家裡面的皇帝 叫君主 那麼你的甘啊、肺啊 這叫相夫之臣 相夫之臣就是什麼? 他有文官、有武官 那麼他輔佐著這個君王 輔佐著這個皇帝 所以你的五臟、心臟 其他的臟呢 我們說是肺啊、肝啊、皮啊 那麼還有腎啊 那麼它都是月亮 你看這些字在我們傳統文化中 都用一個月亮 肝臟的肝有沒有一個月亮啊? 有腎臟的肺有沒有一個月亮啊? 有腎臟的肾呢 月亮在下面 所以是皮呢 也有一個月亮 月亮是輔佐太陽的 太陽是誰呢? 太陽就是你的心臟 月亮就是你的心臟 輻射出的光 大家知道我們天上的月亮 是自己沒有光生成的 太陽是會生成光 那麼月亮出來的月光 它是因為反射了太陽的光 它不是自身的光 它是反射光 那麼它是輔佐太陽的 它對太陽來講它是從屬 那麼我們的這些臟輔都是月亮 都是月亮 都要圍繞著太陽來轉 那麼這個叫相府之臣 這是治國 不是讓你去征總統的位置 征首相總理的位置 不是這個樣子 他說我這要治理馬來西亞國家 我要治理新加坡國 不是 是治理你自己的身體內部的國 要使自己的心明起來叫明心 要見到自己生命的本質叫見性 古代的教育中 它不是交給你怎麼賺更多的錢 有更多的房子 而是交給你先要明白 你身體裡面有一個國君 國君就是你的心神 所以這個心神 它要有肝神、肺神、脾神、脾神 這個聖神來輔佐它 所以我們有個皇帝內境境中 把我們人體化成一個國家 所以這個平天下 剛才老師講了 這個治國 治國就是治理你自己的身內的國家 治國的關鍵是什麼 你的心臟要好 心臟要明 你的心臟不明 黑的 然後你最後是黑了心肝的人 結果是你對這個國家 整個都是貪污腐敗 昏庸 國君無道 整個國家無道 昏容無道 整個國家就是一片的昏暗 好人不能當道 奸臣當道 然後這個國家就完蛋了 治國這是外在的 那麼內在的 你要使自己的心臟保持健康 裡面充滿著光明 那麼你這個光明有了 你的肝、你的腎、你的皮、你的胃 這些月亮 因為太陽足夠的有能量 可以輻射給能量給這五臟六腑 然後你的整個身國就是健康的 就是繁榮的 就是一片的欣欣向榮 那這叫治國 齊家 我們齊家不是你一家人 現在齊家 一想到齊家就是我的老婆 我的孩子 我的丈夫 那麼覺得這是自己的家 實際古代的家是什麼家呢 古代的家是大家庭 爸爸、媽媽、兄弟、姐妹 兄弟、姐妹的孩子 爸爸、媽媽的兄弟、姐妹 他們的孩子 你是一個大家庭的成員 齊家就是你要使整個的這個大家庭 對你都要說yes 就是這個齊家 不是你讓他們都聽你的 而是說所有的人對你都說yes 明白了嗎 都是讚嘆 說一提到張卜生那個傢伙 那個傢伙大壞蛋呢 完蛋了 這也是齊家 齊到人家都說你壞了 但是我們的齊家 要齊到一天到張卜生說 哎呀 那個孝子 哎呀 那個人不錯 哎呀 那個你看 我是他的叔伯親切 然後他都照顧我 他都關心我 古代的這個齊家 是指的大家庭、大家族 大到什麼家族呢 就是要不出五福 五福是什麼 你這個爸爸 爸爸往上是爺爺 到爺爺這兒是第一代 我們叫第一福 再往上是爺爺的爸爸這一代 是第二福 再往上 你爺爺的爸爸的爸爸第三福 這個是總共五福 就是往上數 是從爺爺那兒開始往上數 不是從爸爸那兒往上數 這個叫五福 那不出五福的五代人 就是五代人加上你爸爸 加上你是七代人 再加上你的兒子 加上你的孫子 這叫九代人 古代叫九祖 九祖 所以這九代人對我們的影響很大 因為身上都有DNA 我們彼此之間這九代人都有DNA 大家都說你好 那就把你給抬升上去了 因為都說你好 啟動的是你身上好的DNA 我們叫同平共振 量子糾纏 好的他就把你弄好了 說你不好他就把你帶毀了 這個人就毀掉了 這一輩子你就別抬頭了 古代的旗下是這樣的一個大概念 我們就特別重視宗祖的關係 也就是說你姓什麼很重要 你媽媽姓什麼很重要 你要把這個姓氏搞準了 為什麼 這要上去連帶 往上連去你的九族 往下影響你的兒子跟孫子 我來南洋以後 因為當時我們經歷了戰難 咱們爺爺那一代 或者爺爺的爸爸那一代 從大陸漂流來南洋 下南洋的人很多 結果親生太爺爺是誰 姓兒也不知道了 因為有一些家庭出危難了 就送給別人養 那麼你原本不姓郭 你現在姓郭 你姓郭但是是養爺爺的 就是爺爺養你的爸爸 爺爺就是領養的 爸爸跟爺爺是親生的 但是爺爺他姓什麼他不知道 因為他小他被姓郭的人領養了 那你實際上是不姓郭 那這種情況下怎麼辦呢 如果能夠追自己的祖僕 要知道自己姓什麼 一定要改姓 他說改姓不孝 不是你這個不改姓你才是不孝 為什麼 你的親生的祖上的系統出了問題了 你連通的不是 你不像我姓張 我被別人領養我改姓郭 我改姓郭以後 張家列祖列宗我不祭祀了 我祭祀姓郭的 那這個叫不孝 為什麼 你把自己的九族給斷了 所以我們有責任到我們這一代歸根復命 我們一定要完成祖根文化的修復和心火相傳 一定要重視這個問題 都不知道姓啥也有辦法 你比方說我假如不知道我太爺爺 假如是太領養的 那麼不姓張 那麼他姓什麼 那麼只要用我的名字寫上張卜生祭祀 正面寫一個張卜生上面是太爺爺之神位 好了 我現在是用張卜生祭祀的 那麼鬼神界 他就知道我上面的真實的姓名是什麼 就是沒有辦法查 只能用這個辦法了 如果能查到你這一代一定把姓氏改過來 為什麼改過來 你的兒孫 他知道自己真正的是什麼家族 什麼血脈傳承下來的 這一點對兒孫將來的發展很重要 為什麼 那麼我們在傳統文化中熏陶長大的人都知道 我們古代說五福之內不能通婚 我不能夠跟我叔叔和舅舅的孩子結婚 也不能跟我爺爺的兄弟姐妹的他們的孩子延續到今天的通婚 如果通婚會搞成什麼 就是痴呆兒 那麼你們知道的現在各種各樣的那個叫什麼綜合症 綜合症 那這個就是你的結婚的DNA你太親了 比方說你跟舅舅的孩子結婚了 你們從小談戀愛 就結婚了 最後結婚了 結婚生的孩子一定是有基因缺陷的 基因忽補 那你忽補沒忽補上去 所以今天科學叫基因忽補 這個大家不要看外線 齊家的內容是很豐富的 你在這兒 你一定要讓整個的祖先們讚嘆你 齊齊的伸出大拇指 哎呀讚 就這個 然後no 然後全是這個 就完蛋了 張伯仁,所有的祖先 還有親戚朋友都說你no 你就no了 你一定是過不好日子的 不但這一輩子不好 你下一輩子也好不到哪去 你帶著詛咒 別人對你的怨恨 這怎麼能好了 別人都說你好 你當然就好了 我當時學功夫的時候 我的師父就給我講了一個故事 一個人家裡特別窮 特別窮他祖上極樂得了 這一天山裡就下山來了個老師父 這個是個老神仙來著 他這個就是要來抱著恩 因為他當時差點兒被餓死 是他這家人的爺爺救了他 所以他修成道了以後 當然他爺爺爺都不在了 他就想報答他這個孫子 所以去尋訪到他這個孫子以後 然後來幫他 但是這個家伙呢 現在墮落到什麼了 整個村子最窮的一個人 屋子也破了,門也破了 反正有地,但是不中 荒涼著,懶惰了 所以這個神仙就來幫他 幫他那時候他交了個什麼招呢 他說你這樣 我知道你這個人很懶 你也別做別的事 但是你懶呢 我能讓你富貴起來 這個人說你胡說八道啥 我連地都不中 他自己對自己倒有數 奴村嘛,你就靠種地嘛 你有地,你種地打莊家 賣點錢,然後就富貴了嘛 然後他說,你想什麼 老神仙,你幫不了我 我特別懶 不是我自己怎麼樣 我就是不想幹活 人有了懶金 整天懶塌塌的 就好吃懶做 有好吃的先吃掉 不去幹活 老神仙說算了 你聽我的話就行了 我就能讓你富貴起來 他交了個什麼招呢 你們知道農村大門 它有個門 裡面是我們北方 完了是有個四合院 四合院外面有個向外走的院門 裡面是住房的門 然後那個門破的也夠嗆的 但是老神仙說 你這樣,你把那個門斗子 有一個地方上螺絲 你把它上緊一點 上緊一點,你開門費勁 那個門就支支嘎嘎的響 他這個說 這個還是能做的 再懶,擰擰螺絲釘還是能做的 擰了 你每天早上激叫的時候 懶人都是喜歡睡懶覺的 像我們新加坡人有福 睡到八點才去上班 然後錢還都挺多的 但是在以前的農業社會 你死定了 那天蒙蒙亮你要起來種田的 下地的 哪有什麼睡到八點多才 這麼九點才去上班的 那麼新加坡人有福 沒辦法 你就睡到十點前也不少 只要錢不少都OK了 在農村那不行啊 人家都下地了 天蒙蒙亮下地了 你還在睡懶覺 你就錯過了農食吧 結果他這個說 你這樣你也很懶 你就每天早上起來開開門吧 就是雞一覺你起來開門 開完了你就回去睡覺 你也不用去下地 你就睡覺 這個人這個容易嘛 還讓我繼續睡懶覺就有辦法 每天早上起來雞一覺起來了 吱吱嘎嘎開門 因為那個門太緊了 往外推啊嘎嘎嘎嘎想 這個時候整個村子特別靜啊 幾百戶人家 這整個村子聽著 誰家開門呢 嘎嘎嘎嘎嘎想 這一聽 哦 老張家的 還說那個家伙特別懶 怎麼現在起得這麼早 還說老張家起來得這麼早 起來得這麼早 全村人每天都說 哎呀又起來了 你看這起得太早了 然後就這麼起得早 起得早 起就是對你們的新加坡那句話叫什麼 哗啦 你們整天哗啦 這個說你哗啦你就哗啦 他這說起得早起得早起得早 就生的意思嘛 就是上升了上升了 這麼搞了一段時間 他發現自己這個門一開以後 不想睡覺了 這是什麼 這個就是量子糾纏 齊家就是要所有的全村人 你認識的人都說你yes讚你 哎呀那你就不得了說 哎呀這個厲害啊 這個張卜生厲害啊 這個李卜生厲害啊 這厲害厲害 你就不厲害你都厲害了 就是口碑 我們叫拓蒙星子淹死人 所以他這個口碑好 結果就是再給他什麼 輸送能量 輸送善政的能量 說他起來了你看真讚嘆 哎呀這個懶病沒了 哪知道他回去又睡覺了嘛 但是就是這樣 一搞二搞二搞 他開幾次門以後 他不想睡覺了 不想睡覺不就醒了嗎 醒了幹啥 醒了幹啥呢 哎呀還是下地幹點活吧 好了 從此以後 最後變成個大財主了 這是什麼 借人氣抬你 你不要借拓蒙星子淹死你 說齊家我們一定要把九族 我們的大家族要照顧好 你不能自私自利 叔叔的孩子怎麼樣 叔爺的孩子怎麼樣 都不知道 沒聯繫了 自私自利 我們人類現在壞到一個極點 就是一個自私自利的毛病 這個很重要 另外今天我剛才問大家 七月我們為什麼拜拜 在海外華人一個很簡單的回答 就是不要得罪好兄弟 我們拜拜就是不得罪好兄弟 讓他七月不要找麻煩 錯了 七月為什麼要拜拜 七月十五的拜拜十分重要 它是我們傳統的 不光是我們中華文化 包括印度文化的佛教文化 都是孝道日 孝道日 所以我們七月的拜拜 不是只拜好兄弟 主要的是要祭祀自己的祖宗的靈魂 通過什麼祭祀 九族離我們太遙遠了 屍骨早都不知道埋到哪了 所以通過神主牌 通過神主立一個牌 立一個神主牌 通常是要用墓的 現在有一些祠堂用鐵牌 用水晶牌 這個都不合乎道理的 因為神主牌上是三魂中的幽晶 這一個魂所屬的 肝屬木 木跟木比合 所以一般的祭祀祖宗牌 不能用石頭刻 墓碑可以用石頭刻 它屬於陰卓的 這個幽晶裡的幽的部分 它是陰重的 它在那個地方 它吸附 被金吸附 被土吸附 但是你的神主牌一定是墓的 因為它是方便那個魂來附 因為它是屬於肝屬木 所以木木比合 這個大家要注意 有一些現代化的 我弄水晶的 我弄石頭 弄金屬的 聚躁的 弄得很美的 通常覆不住 它來了就走了 什麼道理 弄水晶的 你這個房子 你家裡的房子 一面牆都沒有 衣服床簾沒有 晚上你睡在裡面 你睡不睡在那 你的房子是透亮的 地板是透明的 天花板是透明的 四面牆是透明的 你晚上一脫衣服 光不溜的 然後你就在那個四面透明的房子裡 你舒服嗎 那可能是你們比較舒服 一般人是不舒服的 到處四面透亮了 樓下也看到你了 樓上也看到你了 四面鄰居的牆都是透明的 看到不如法 金屬的也不如法 你的房子弄金屬的 全是金屬房子 你住在裡面一定生病 那叫鐵箱子 所以沒有用金屬的蓋房子 住在裡面的場被封閉切斷 跟天地隔阂也不好 所以一定要注重你家裡用神主牌 最好用木的 而不要用水晶的 不要用鐵的 那幹什麼呢 使自己祖先的幽精這一魂 能夠來到這個地方 這個空間和我們見面 子孫以祭祀不絕 有的人為什麼沒有兒孫 有的人又兒孫滿堂 這個秘訣就在這兒 子孫以祭祀不絕 誰對祖宗孝順 然後誰的這個知 樹的一個知 分知 他就忘 為什麼忘 這個是歷代祖先 把祂的祝福送給你了 把祂的能量輸送給你了 把祂活著的時候 積累的福報福德輸送給你了 你的日子過得也很好 兒女也都孝順 兒女又多 我們叫多子多孫 這是一種五福臨門的一種表現 為什麼求子求不來 自己的不忘 這個就要問自己了 你是不是沒有重視孝道 沒有重視祭祀文化 對這個不重視覺得沒什麼了不起的 那麼我們不是從石頭縫裡蹦出來的 你是有血有肉的人 你是父母有你 你父母有父母 父母的父母還有父母 然後代代這是祖根 你把這個根斷了 你沒有輸送的石油管的能源管道了 就像你是個電燈 你把自己的電線繳斷了 電線繳斷了 你的祖先就是那個發電廠 結果你把自己的電線斷了 你跟它不連接 然後你這個燈就永遠的不會放光 電能也不足 一會兒有電一會兒沒電 你靠你自己發那電 你能發多少電 你如果用了祖宗十八代 然後積累的福報 那個能量廠輸送過來的能源 你這輩子福報源源流長 你根本就用不完的 所以逢是不重視祖先祭祀的家庭 在五福臨門上 多子多孫這個地方就會缺憾一些 我們不能埋怨大家 是在這近百年的教育裡面 沒有人來說教了 也就是說我們今天如果有個老人活著 他懂不懂他也不懂了 除非他是一百一十九歲的人 他經過了清朝時期傳統文化的熏陶 那這個人可能還對傳統文化根深蒂固 因為他受過這個教育 過了1900年到現在 我們整個教育已經完全變化了 再逐漸的毀壞祭祀文化 毀壞祖先文化 毀壞我們的傳統的靈的文化 叫靈魂文化 我們今天的文化是沒有靈魂的文化 怎麼說 因為大家都不敢提靈魂 所以人死了又沒有靈魂 說沒有 有什麼靈魂 你相信有靈魂就是迷信 就是迷信 如果沒有靈魂 如果沒有靈魂 我們人生活著就完全失去了意義 為什麼 當你死的時候 你一定會被埋在土裏面的 或者是化成骨灰裝在翁裏面的 這是命好一點的人 命不好的還被你的兒孫拿去水裏面餵魚了 拿去樹林子裏面餵樹了 美其明月施肥給大自然 然後不撕 綠色環保的那才叫污染 還叫環保 裡面靈細菌 完了以後拿去到處亂拋 亂撒 所以大家要知道現代人的腦袋出了問題了 精神病患者特別之多 自以為是 我覺得就是這個樣子 人死什麼都沒有 你留這個骨灰幹什麼 這是誰說的 這是西方科學 你們黃礁皮裡面的那個白色告訴你們的 你們要把它還原成又是黃色的皮 又是黃色的鴨 這才對戰 另外一致 那個鴨那個文化是祖根文化 是我們傳統的根文化 傳統根文化幾千年以來 八千年的文化 從福西式開始 沒有一代人說沒有靈魂的 只有我們這幾代人說沒有靈魂就沒有靈魂了 我們這一百年來的人類 比這八千年的祖先們都聰明 你們是不是這樣認為 這是我們被騙了 被教育欺騙了 欺騙我們的教育是什麼 就是說如果有鬼魂 我們的攝像機 我們的照相機 我們的儀器可以拍出來的 那因為拍不出來所以是沒有啊 所以這個就是你們的根據 但是2013年科學家告訴我們 可以拍出來 儀器可以證明出來的物質只佔4% 有96%的暗能量、暗物質、暗空間 真實存在 我們的儀器跟它沒有辦法反映 你為什麼不更新你的知識 不更新你的軟件 你的大腦是軟件 它支配你的肉體的 支配你的身口意要去做事的 那你不更新換代 你固步自封 老朽一個抱著這幾十年的一個知見 沒有靈魂的知見走到今天 還不肯去洗心革面的重新學習、重新研究 那這96%的不可見物質 真實存在的物質、真實存在的能量 到底是什麼呢? 我們古代的大智慧者、東方人 就給他起了個名精器神 我們一個人到底他的狀況怎麼樣 我們通過什麼看出來 通過他的精神面貌 這個家伙今天精神有點不對了 最明顯的是你們看到那些精神病人 精神病人你們看到他的精神不對勁了 大部分精神病人為什麼精神不對勁? 那神不是他自己的神的 我們祖先上 我們的神主牌上 祖先上供奉的是自己的祖先的神靈 神明 所以他叫神主牌 是主人 你的主人是誰?你的主人是神 你自己活著有自己的神主 那這個神主他是支配你的身口 一起去做事的那個主人 翁 你的身體只不過是一個工具 我把這個東西拿著放來放去 你一會兒看他在這個點 一會兒看到在這個點 一會兒在這個點 這個東西自己會跑啊?不會 是有個主人在操控它 那你的軀殼自己會跑嗎? 你回去讓那個死屍從墳裡站出來 跑個給我看看 那個叫炸屍 那炸屍叫什麼?僵屍 趕緊報警 找大法師處理它 一般的他是走不動的 所以大家要知道 我們的軀殼就是一個死屍 他不能動的 是因為在這個軀殼裡有一個人操縱著他 那這個叫真主,叫主人 就像一個汽車不會自己跑 裡面坐著駕駛員 一個飛機不會自己跑 裡面坐著駕駛員 空難的時候 那個戰鬥機駕駛員 他按一個鈕自己從飛機裡鑽出來了 然後飛機是爆炸了 所以我們修行人能不能夠 把自己的主人活著讓他出出進進 你這個是個飛機 你這個軀殼是個飛機 我這裡面這個駕駛員 我不想駕這個飛機 我就從飛機裡出來 我要駕的時候 我要進去這個飛機 使這個飛機會跑 當自己遇到危難了 八難橫死的時候 自己一樣一個開關 從頂門一個降落傘 把你蹬就拽出去了 叫大白傘蓋佛母 大白傘蓋,一個大傘張開 把你這個靈,把你這個神主 從軀殼裡給震出去了 這個時候軀殼是摔壞了 摔死了 這個飛機空難摔死了 這個汽車撞車撞死了 但是你活著 看見沒有 那個靈活著自主了 那麼再換一個飛機就對了嗎? 再換一個汽車就對了嗎? 汽車是被你撞毀了 撞毀了身體是不能用了 然後你這肉體不能用了 換個身體而言,你沒死啊 所以眾位,大家要知道 你的神主是不死的 你不要糊塗好不好 你把它燒成灰,它還是不死的 它一定是在某個地方等著 所以我們有三魂有七魄 三魂裡面各有神主 有一個是天主,有一個是地主 有一個是人主 我們叫神主 神主 幽精上這個是人主 是我們做人 祂是主人 你的身體會動 這個是幽精驅使的 腿會動,胳膊會動 整個的形體會動 這個是幽精驅使的 那麼人死以後 幽精變成守師鬼 分成陰陽 因為在我們這個世間 所有的東西都有陰陽 所以幽精它有一個幽 就是鬼幽 還有一個精神 精神 精神就是我們的神主 就是祂可以游離自己的軀殼 游離自己的骨灰 游離自己的屍骨 而在空間中空行 飛行 我在新加坡祭祀我的祖先 我出生在山東 中國山東 我的老家是中國山東 我的祖先怎麼來這兒受祭祀 他在骨灰上面的 那個是沒有辦法來的 因為那個是沉重的 像我們的軀殼一樣 它不能夠隨便地飛行空行 但是祖先的幽精裡面的精神這個部分 它是帶有陽性的 陽青青者上升為天 它會飛行 所以它可以沒有時間差的 隨時隨地的 我這麼一起醒 它就來了 這個叫神祖通 不用買機票 不用給它訂酒店 但是它來了你家裡 來了你祭祀堂 祠堂 它需要一個地方待著 所以你要給它安個位置 好像你們大家今天到我的講堂來聽課 沒給你們椅子 你只好站著 那我給你那個座子 這是你的座子 你今天坐了 這就屬於你的 這叫神位 你現在也是神 你沒神是死人 剛才老師講了 死了還有個神 你這也是帶著神主來了 你神主不在體內 你也來不了我這 所以你坐在椅子上 那就是你的神主牌的位置 懂不懂 是活人的神主牌的位置 過世的人來到這邊 也要給他一個位子 他來了知道 這是屬於我的地方 我待在這兒 所以這個大家要知道 那麼時空 祖先的神主都是光 他能游離沉重的 躯壳的都是光 都是光 都是光他有意識 來了這面 他還要吃喝 像我們的祠堂 是給他們來修煉的道場 還來了聽經 宋咒 念佛 然後一起修煉 不是光來吃喝 吃喝完了要修煉 所以大家要重視 我們的祠堂 為什麼跟普通的 你們去過的 其他地方的神主牌 立神主牌的地方不一樣 那些地方去了你就想跑 不想待在那兒 到了咱們這個祠堂 來了的人都不想走 出來又進去 進去等一會兒 又嚴槍得夠槍 又跑出來 跑出來又進去 反反覆覆的 留戀往返的 為什麼 太多的祖先期待著 跟你說會話 跟你撈撈叨叨的 你們知道你們家的老人 一個人在家裡整天沒人陪 你這個孫子回家了 抓著你 天也說 地也說 有的也說 沒的也說 反正是找著一個人 就跟你聊天 你們的祖先都太寂寞了 我們已經三代人沒有理他了 從你爸爸 從你爺爺那一代人 爸爸那一代人 到我們這一代人 我們現在的新文化 摧殘了三代人的信仰 禍害著後面兩代人的信仰 就是我們兒女的信仰 和未來孫子的輩兒的信仰 我們這一代是處於中間 我們不來修復祖根文化 心火相傳 就害了我們的後代 害了我們的後代子孫 我們就太對不起我們的列祖列宗了 大家要重視中元節在齊家這個方面 齊家這個方面是很重要的一個節制 就是把自己的大家族都請來 都請來跟你唠唠叨叨的說會兒話 給他一個地方能夠清靜 能夠安詳 來了這裡也不會煩躁 不會心浮氣躁 你看我前兩天 有一位學員 他要給他的奶奶 選骨灰位 讓我幫忙 剛好這不是七月十五嗎 我去了一個地方 不說這個地方了 哎呀亂糟糟的 這人哪 人山人海的 在那亂拜亂糟糟的 周圍去了,人心煩亦爛 然後整個地方不想待 就趕緊擠著走 他們也是燒完紙了以後 都趕緊擠著走 不想在那兒待 為什麼? 場性暖 但是在我們這兒 為什麼都不想走呢? 真舒服 這是齊家中的一個重要環節 有一些老學員 他們修煉得好的 早在好幾天之前 就看到他們的夢裡 祖先來了 笑嘻嘻的一個個的 可開心了 他們進了我們的祠堂 就哭流眼淚 覺得又悲又高興 高興的是什麼? 祖先對他們的讚許 悲的是好久沒見面了 多少幾百年,上千年 今天終於有個家了 祖先們感恩他 悲悲氣氣,悲悲切切 所以我們記住齊家 不光是活著的 自己的姓氏的 或者是你母系的 父系的,就是母親的舅舅阿姨 母親的爸爸媽媽 我們叫外公外婆 他們的兄弟姐妹 你像我們在農村 經常要去走動 現在的話 連自己的親生兄弟姐妹都不走動了 人活著太沒有人情味了 太冷漠了,太自私了 這個不是人的文化 這是走獸的文化 所以我們要精醒恢復人的文化 恢復人本的文化 人情味始祖的文化 這樣我們才能得到祖宗的列祖列宗斗戰 這才叫齊家 有的人說我大哥,我們家老大 大哥是老大,他不弄我哪好意思弄 他這個倔慮他就不想弄 你就讓親人們難受 你替大哥弄了,你自己不吭聲辦了不就是了 你辦了不是家人祖宗都好了,你大哥也好了 你這是因為迷信一個人 他不讓搞,你就不搞 結果你整個家族都完蛋了,都不好了 所以是齊家 老師剛才講了齊家二字 你要重視這個齊家意義十分的深刻 古代講孝道,孝道是先人們、祖宗們 活著的時候給他們衣服,給他們飲食 給他們錢花 過世了還要安食祭祀,祭之以食 我們傳統文化有四大祭祀日 一個是清明,一個是中元,一個是九月九的重陽節 一個是冬至日 這是傳統文化四大祭祀日 大家族的大祠堂,一般要做七日祭祀 中型的要做五日祭祀 過得不咋地的也要三日祭祀 這是古代的祭禮裡面,有明確規定的 不是今天中午我擺一頓飯,祭祭祖先就完事了 但是我們很可惜,我們沒有這個時間 我們是福報很大的人 但是也缺德缺得厲害的人 缺德到沒有時間去奉祀祖先了 所以我們只好委託OSS這個平台 來幫大家來做,盡一份孝心 所以我們每年的這四個祭祀日 最少是做五天的祭祀 長的七天的祭祀 每天都有香、煮、燈、花、水 各種飲食、飯菜、水果 這些安食的祭祀 飯食每天都要換新的 我們今天用的是七天的常明燈 香是二十四小時不斷炉 所以大家要重視,像這樣的如古法、古禮 我們做的一個祭祀堂 十分的珍貴 大家一定要去祭祀堂走一走 祭拜一下 說老師我沒安自己的祖先 我們那裡奉似了全人類的歷代祖先的牌位 你是不是人? 你是人就好 那就有你祖先在裡面 有世界各國歷代 世界各國萬幸歷代祖先的神位 有中華民族歷代祖先的神位 有我們新加坡國萬幸 你是新加坡公民 那就都有你的祖先在那個牌裡面 昨天晚上我回去 剛好我們樓下 有一戶人家在辦喪事 我這一下車以後 一到落地 電梯從四樓下來 我就感覺場亂糟糟的 通常我住的周圍那個場都是很舒服的 我這一打眼 一看中間他們那個亭子 他就有辦喪事的 我再睜開眼 睜開那隻眼一看 這亂糟糟的 那些討債鬼 整個的祖屋群裡面 到處都是那家人的討債鬼過來 親人一過世以後 討債鬼要來算賬的 算什麼賬? 因為這個人過世了不能再還債了 他要進行帳務分配 大兒子背多少 兒媳婦背多少 大兒子的女兒背多少 兒子背多少 然後要分配的 你以為就沒事了? 要負債子還 還有挺好的朋友也來了 他在背多少 要分配的 亂糟糟的那個場面 這不就影響到我們這些其他人了嗎? 所以我就看自己的身外身 拿出令旗來一搖 土地城隍就來了 他說這不行 亂糟糟的 趕緊讓他們都回去該回去的地方 我就看 給他解了個戒 一個六合體把他解戒 然後所有的跟他相關的冤金寨主 都收進去了 都在那裡面 外面就清醒了 整個祖屋樓下就都明亮了 沒有那麼昏暗了 因為討債的都歸到一個地方去 等著拿債去了 而不是散在到處的都是 為什麼古人風水裡面 強調寺院周圍不可以住人 所有的宗教祭祀場所 宗教的場所 包括伊斯蘭廟、印度廟等等的 這些都是十方道場 誰都可以去的 鬼神都可以去 那個周圍住的人 家裡就亂糟糟的 為什麼 他這個不講規矩的人就亂串門 你不鎮宅他就跑到你家裡去了 就這個道理 溜達溜達就到你家裡去 一去還挺好 有吃有喝的不走了 結果弄得家人就生病 大家要重視我們生活的這個空間 是一個真實的六道空間 合體的空間 也就是這裡面有天道、人道、阿修羅道、地獄道、畜生道、惡鬼道 它是一個六道混合空間 為什麼中淵節我們傳統特別重視 大家知道天跟地 我們的地球是自東向西 自西向東每天轉24小時轉一圈 一日一夜24小時一圈 它在旋轉的時候 對應著它的虛空 星空是不動的 這個不動的星空 所以地球在右旋的時候 整個星空就不動 所以形成左旋 這個時候古人說天左旋 地右旋 你們知道擰麻花的道理吧 擰毛巾會嗎 毛巾有水 要把那個水擰出來 你像一順扭 能擰出水了 擰不出來 你一定一個像這 一個反著 然後擰啊 擰啊 最後擰著擰乾了 但是天地間 從正月見銀開始 走到七月十五 剛好是六窯 我們的八卦都是六個窯化的 六窯都由唇陽一層層斷 一層層斷變成唇陰 我們就要把這個時空場扭斷了 這個時空之間你們眼睛現在看不到 那麼在我們修行人眼中 它都是透明的 像塑料泡膜一樣的 一層一層的 比方天 我們的玉界第一重天跟第二重天 在兩個交界處 它有一個隔膜 這個隔膜像透明的塑料紙 你看不見 但是你穿的時候穿不過去 這樣才能說第一重天的污染 不能夠使第二重天也變骯髒了 所以它是有這個隔膜的 有這個隔膜的 天地間六道中 人跟鬼道 鬼有鬼住的地方 人有人住的地方 原本是不能夠連通的 就是鬼你不能跑到我們人的空間來 但是在七月十五的前三後三這七天裡面 因為這個時空場這樣扭了半年了 所以它就扭斷了 這一扭斷了所有的塑料泡膜都裂開了 一裂開了這個時候六道眾生怎麼樣 都在一個空間裡面了 就沒辦法再隔開了 所以這個時候你不想來討債鬼 鬼也跑到你家裡去了 這就是七月十五很重要的一個原因所在 也就是這七天真的是鬼門大開 惡鬼道眾生 地獄道眾生 畜生道眾生 人道眾生 阿修羅道眾生 天的二十八宗天的眾生 都可以在一個時空中相互走親起了 這個時候你的列祖列宗過去七世父母 還有你的今生父母的九族 他無論在哪一個道已經轉生 還是怎麼樣 他都會來回到家裡看看 回到其家的大家庭來看看 所以這個時候是我們祭祀祖先 還有過去七世父母的 歷代祖先的大好時機 因為你不用去找他們了 不然你還要飛上天上去找他 你還要去地府去找他 這跟你有緣的 通過量子糾纏 都可以在你立的祠堂 或者自己的家裡和你見面 六道眾生 只要和你有緣的 你提醒他們都可以來了 請他們來一定要供養吃的、喝的 所以要給他們一個地方待著 同時這是一個大好的 我們把所有的緣份 都了緣的一個大好時機 還有皆善緣的大好時機 人在世上無非四大內關係 在空間中的六道沒有出離的眾生 也無非是四大種關係 大家記住 一種是還債來的 欠你的錢趁這個機會要把債還給你的 第二種是討債來的 過去是你欠人家的錢未還 然後現在給你來討債來的 一種是報恩來的 過去對他有恩 他說什麼都要感激你來 報恩來了 一種是報仇來了 討債還債 報恩報仇 就這麼四大內關係 那麼我們在這個時期 了緣 以及跟所有的眾生皆善緣 因為大家都在一個空間裡面了 在這個時間、在這個空間 你不需要用神通 大家都去聚來了 這一聚來了不打緊 那麼諸佛菩薩幹什麼呢? 諸佛菩薩要度眾生啊 度有緣眾生啊 所以他一看大家都在這了 然後他們也來了 四聚眾這個時候 這個升文元絕 菩薩、佛也從自己的淨土 分身化氣 紛紛來到我們的這個空間 來了緣、結緣、度一切有緣眾生 所以我們在這個時間 七月十五通常都要舉行法會 舉行法會請四聖眾六道眾生 齊聚一起 這個結緣、了緣 一切的惡緣也要把它了掉 一切的善緣使它堅固 堅固到一起大家 諸佛不做眾善奉行 自盡其役 回歸淨土、回歸極樂 這是真實的一個七月中旬 七月中元節、余蘭盆節的一個真實的目的 是幫助我們修身其家 治國、平天下的一個最好的時空點 平天下剛才老師講了 就是所有的星空之下、大地之上 所有的一切有緣眾生 我們都讓他心平氣和 沒有怨恨 這叫平天下嗎? 天下都平了 沒有怨恨就平了 都廣平了 就極樂了 就淨土了 沒有高山 沒有深溝 大家都是平平氣氣的 平平和和的 這不就都變成淨土了嗎? 修身因為我們身上 作為載體的軀殼裡面有DNA DNA中有兩種東西 一種是光子 一種是光子外層被液力附著 變成的黑子 光子外層的黑子不能夠侵犯到光子 但是需要把這層塵埃 這層黑子從光子外釋放掉 光子才能透出光明 這在禪宗中告訴我們 就像一個大太陽 外面遮了雲才 烏雲包裹了太陽 太陽有光透不出來 只需要把外面的霧雲用方法清除驅散 驅散霧雲 太陽原本光明 所以佛法告訴我們的如來自信 光子不生不滅 不構不靜 不增不減 所以我們介入這樣的一個大好的時空場 修身 使自己的DNA中覆蓋我們光子的所有的液力 黑子都離開身體 這個時候四聖眾的諸佛菩薩 他們的光會照耀我們的娑婆世界 使這些冤親債主都得以出離六道輪迴 究竟解脫 而恢復自己的本有灑陀 本有佛性 因為眾生皆有佛性 這些六道眾生 無論是地獄眾生 惡鬼道眾生 八難橫死的惡鬼眾生 然後畜生 人道 植物 所有的氣勢間的有情無情 還有天道眾生 阿修羅道眾生 都有如來性 我們需要借著這樣的強有力的場 覺醒他們的如來性 而使他們都能夠成佛 怨氣就沒有了 怨氣沒有了 你身體上的病就沒有了 你的事業的障礙就沒有了 你之前錢不順 賺錢賺不多 是因為有事業的業力的障礙 你現在這些障礙沒了 你的錢自然進得順了 那是自然增長了嗎 真想財富旺 真想健康好 真想家庭幸福 多子多孫 兒孫滿堂 無府臨門 從一個方面下手 就是釋放黑子 釋放業力 清陰消夜 無論這個業是來自你的兒女帶來的 你的老公帶來的 你的父母帶來的 還是你自己從過去世帶來的 都在你的肉體上需要釋放出去 使它變成光明 這叫修身 這是根本 這是我們做人 來到人世間唯一要做這件事 這件事做完了 你的修身完了 然後你就成佛了 因為你是無量光了 無量光就是佛 阿彌陀佛翻譯成中文 無非叫無量光佛 所有的諸佛菩薩成就了 都是成就了無量光 身上的每一個細胞 每一個細胞核裡的 每一段DNA裡的 所有的連接中間都放光了 都變成純淨光子了 黑子被驅散了 黑雲被驅散了 夜力被驅散了 那你就成佛了 你這一世就圓滿了 修身為本 人只有這一件事情要幹 離開這個沒有別的事情要幹 可是自古以來 自天子一字以熟人 你做皇帝也好 你做總理也好 你做部長也好 你做總經理也好 你做普通工人也好 你做了一個普通眾生也好 你最後你的使命就是修身為本 修身之後自己去騎家 知道自己成就了 慈悲心升起了 我過去七世的母親在哪裡 跟七世母親有緣的列祖列宗在哪裡 我今生父母的列祖列宗在哪裡 我過去的孩子在哪裡 這個時候諸佛菩薩觀察人間 發現所有的眾生都是如母眾生 生生世世都做過我們的父母 從這種大悲心升起以後 他升起了齊家的概念 就是過去的七世父母 今世的父母 以及今世父母的九族 我的兒女 我的所有的大家族的 所有的親戚朋友 我都要帶他們一起光明 一起離開六道輪迴 從修身明白事理了走入了齊家 所以你自己的整個家族都成佛了 我們的國家裡面還有那麼多的殘疾人 那麼多的老人沒人養 那麼多的社會孤兒 那麼靠誰去救濟 所以我們繼續的要治國 從身內的國光明了 直到我們的國家 像新加坡這樣繁榮富強光明亮麗富裕 沒有人凍死 沒有人餓死 沒有人窮死 誰都可以照顧 這就是治國 所以我們作為社會的一分子 國家的一分子 公民一分子 我們要為國家的福利事業 兒童事業 老人事業 貢獻 所以我們要自覺的拿稅 這個稅國家拿去了 建設我們的國家 建設我們的機場 建設我們的道路 建設我們的社區 給人民更好的生活 這就是什麼 這就是治國裡面 我們奉獻了一份貢獻 平天下 新加坡好了 天下 別的國家 還有那麼多不好的 我們的很多過去式的父母 轉世在那些戰爛的國家裡面 所以我們希望我們的大悲心 能夠普及到整個地球 乃至整個太陽系 整個銀河系 整個一百四十億年的宇宙 讓這所有的眾生 法界眾生都能夠心平氣和 那麼平天下 沒有怨恨 都充滿著大愛 充滿著慈悲 這個就平天下了 所以我們中元節 是這樣的一個節日 是修身其家 治國平天下的一個節日 那在古代是極其的重視 這個中元節的來歷 是因為中國這個傳統立法中 有上元 中元、下元 叫三元節 上元是正月十五 中元七月十五 下元是十月十五 所以這是三元節的來歷 那三元節對應著天、地、人 它叫天、地、水、三觀 叫三觀大地 上元節供奉天觀 我們一般的正月十五拜天公 但是福建傳承是正月初九拜天公 正月初九拜天公 主要是供天觀 最大的天觀就是玉皇大天尊 正月初九是玉皇大天尊的聖誕 所以我們南洋地區一般在這一天拜天公 中元是地觀 地觀是指的我們腳下的大地 主理大地的地觀 天觀慈福 地觀赦罪 為什麼我們要在這個時候 請地觀幫忙 把在大地之下生活的 惡鬼道眾生 畜生道眾生 還有三惡道眾生 請地觀幫忙赦罪 赦免他們的罪 作為我們這些後代子孫 為列祖列宗 為過去七世父母 為今生的有情有緣眾生 請求地觀赦罪 他們的罪沒有了 冒犯天地的罪 冒犯萬物 冒犯日月星光 等等各種的重罪沒有了 怨恨就沒有了 他們業力就少了很多 然後就可以覺醒 就有機會去成佛 所以在我們傳統 今天的這個日子十分的殊勝 在傳統的華人叫中元節 在佛法 佛門中叫余蘭盆節 余蘭盆會 我們通過一些記載 跟大家來演繹一下 中元節的源頭 與中國古代流行的土地祭祀有關 天官的生日在正月十五 呈上元節 主要只思為人間慈福 地觀生日在七月十五 稱中元節 這是中元節的來歷 不然說中元節是什麼節? 鬼節咯 你們這一說七月十五什麼節? 鬼節咯 七月十五是誰的節日? 地觀赦罪的節日 記住了嗎? 在這一天懺悔 向所有的冤親債主 所有得罪的天地人萬物萬靈 說聲對不起 這個罪就赦免了 中元節是地觀之日 是赦罪之日 不是鬼節 不要單純把它用鬼來輕輕地 喪失了它真實的意義 主要職責是人間赦罪 赦免我們所有的罪 水觀生日在十月十五日 又稱萬元節 這個是人間解惡 惡就是掐住你的脖子了 走不動了 有危難了 這個是節惡的日子 中元節在農烈七月十五 俗稱七月半 傳說該日地府放出全部鬼魂 民間普遍進行祭祀鬼魂的活動 凡有心喪的人家力要上心坟 在一般的地方上都要祭孤魂也鬼 我們的祖先我們要祭祀 和我們有緣的眾生裡面 很多是無似孤魂 就是他沒有後代子孫 沒有後代子孫就斷了祭祀了 他就沒有衣服穿 沒有東西吃 沒有錢花 所以我們歷來的大法會裡面 都設孤魂也鬼排位 我看有一些個人還不錯 還出資為孤魂也鬼出資來超度 這是大善行 所以要記住我們要有大悲心 要有菩提心 越沒有祭祀的孤魂也鬼 我們越要幫他們的忙 所以以四鬼為中心的節日 成為民間最大的鬼節 七月也是小秋 有很多農作物成熟 所以這一天安利的要四祖 所以記住啊 七月十五除了超度 孤魂也鬼 超度和我們有緣的冤親祭祖之外 還有一件事是什麼? 祭祖 所以這一點我們很多人做的是不如法的 只是說燒不燒紙啊 別忘了燒紙啊 燒了 祭祖這當事 祖先忘了 把祖先忘了 傳統的節日這一天一定要祭祖 用自己的地理的莊家 以前是奴業社會 新上來的打出來的莊家水果 供奉祖先 用心謎等祭供 向祖先報告秋成 有一首《東京夢華錄》裡面說 中原前一日 前一日就是昨天 祭買煉業 烹小秋 作物成熟 像小秋 作物成熟 講究孝道的中國人 立要向先祖報告 並且請老祖宗償心 所以七月立行祭祀祖先 這個在我們傳統文化中 今天丟失了 所以我們在恢復中 記住 待會一定要去祠堂走一走 拜一拜 禱告禱告 跟自己的列祖列宗 七世父母 以及七世父母的列祖列宗 好好序道序道 有什麼心裡話 希望得到他們的原諒 之前忽略了要忏悔一下 今後要如理的祭祀 傳說 地關掌管地獄之門 中原節這一天 地宮打開地獄之門 也是地獄開門之日 一故的祖先可回家談圓 所以民間設道場 放饅頭給孤魂野鬼吃 這一天要祭祖上墳點燈 為王者照回家之路 在地獄道 惡鬼道的眾生很苦 他們是生活在地下的 是昏暗的一個世界 所以需要光明 所以大家要點點燈 為這些孤魂野鬼也好 冤親債助也好 列祖列宗也好 這些三惡道的罪苦眾生也好 點一盞常明燈 幫助他們有一點光明去使用 我們為什麼在傳統中華文化中 講究燒祭 什麼叫燒祭?就是用火燒掉 在老子的智慧中叫無中生有 有中化無 你看到的一堆基因紙是有形的 我們把它燒了 燒了它就沒有了 沒有了它實際在另一個空間又化生出來了 這個實際在今天的科學界 也有一個合理的解釋 叫直能呼喚 直是物質 就是一堆基因紙是物質 但是你把它燒了以後 這堆基因紙是不見了 它化成什麼呢?化成能量了 能量可以穿越空間 能量守恆,能量不滅 記住,這是科學定律 你燒的東西是不是會沒有了? 不是,它不滅 能量守恆,能量不滅 不滅你回向給誰就好用 我今天給你一百萬 那你拿到一百萬就好用了 你就可以去花了 那雖然是我的,我給你了 我給你了就屬於你的了 所以你在做超度的時候 你一定要一化十,十化百,百化千 千化萬,萬化無數億 那你是燒了一張紙 結果化成無數億張紙了 能量可以這樣搭波的 就用你的心力去不停地搭波搭波 最後就變成無數億了 是一張紙可以化成無數億 然後化一步是利益的所有的眾生 每一個都拿到一個 每一個拿到一個 它在另一個空間就可以使用了 所以你們要突破你們的所知章 搞這些迷信的形式 燒了什麼都沒有 不是,燒了它變成能量了 能量不滅,能量守恒 能量可以跨越時空,跨越空間,自由傳遞 你給誰不失能量,他就收到這個能量了 能量它需要把它轉成物質的 變成錢,它就是錢 變成房子就是房子,變成磚頭它就變成磚頭 它只要是念頭一轉,它自己變了 自己轉了 所以通常我們燒金紙、銀紙 各種各樣的金磚、銀磚 這種流通貨幣燒得比較多一些 為什麼?它到另外一個世界 它可以自由的兌換,自由的購買 就像你有錢,你就可以買很多東西 是一個道理的 所以大家要重視這個祭祀 如理如法的祭祀 心意配合的祭祀 能量守恒,能量不滅 能量轉世,能量跨越時空 在六道中流轉 道觀通常舉行聖誕法會 祈福吉祥道場 內容是為死者的靈魂超度 中原法式是為亡魂吃醉 在法式中不單只超度亡魂 而且更為無主孤魂和那些為果捐躯 與戰死沙場的死難者施於救濟 大家要發心 我們二次世界大戰,一次世界大戰 包括我們新加坡都是蒙難者 很多冤死的人,八難橫死 我們當時日本侵略,新加坡也死了很多人 我們修道人,修行人 不光為日本殺死的那些苦難同胞去超度 這叫超度八難橫死者 我們還要被已經死的日本人超度 這是什麼?這是慈悲 他們也是人 他們因為一些因果去殺人 你不幫他去超度,他永遠不得超時 永遠不得轉世 所以我們到了德國,還幫那些德國納粹 戰爭死難的納粹去超度 為什麼要這樣呢? 人死為大,死者死矣已經了了 內世的因果了了 所以你不幫他超度 他永遠在軌道中受痛苦,受折磨 他也是眾生,他也有佛性,他也會做佛 我們也需要幫助 所以不要那麼狹隘的,只幫自己熟的人 只幫好人,不幫壞人 這也是一種狹隘的自私的關係 所以大家要心放大一點 這是中元節的來歷,和中元節要辦的事 下面請大家聽一段佛經 這個是什麼呢? 這是于蘭盆會的介紹 我們念一個經文給大家聽一下 這個經叫佛說于蘭盆經 這是真實的佛經 所以這些聖者 剛才是中華聖者給我們留下的一個傳承 這是印度聖者釋迦牟尼 他留下的關於中元會的 關於中元節,于蘭盆會的來歷 我先念圓經,待會兒給大家演繹一下 溫如是一時佛在舍為國,七術及孤獨院 大目見連,十德六通,欲渡父母 抱如捕之恩,既以道眼觀世世間 見其妄魔,生惡鬼中 不見飲食,皮骨連立 目連悲哀,既以博成範,妄想其母 母得博犯,既以左手張博,右手博使 使為入口化成火炭 遂不得使,目連大叫,悲好提氣 赤歡白佛,聚臣如此 佛言,如母罪根深潔 非如一人力所奈何 如森孝順,生動天地 天神地氣,邪魔外道 道士似天王神,已不能奈何 當須十方眾僧,威神之力,乃得解脫 古今當說救濟之法,令一切難皆離有苦 佛高慕年 十方眾僧,七月十五日 僧自四時,當位七世父母 記住啊,這裡有一個七世父母 即現在父母 額難中者聚飯,百味無果 要有飯還有百味 是各種各樣好的吃的東西 無果,集灌盆氣,香油墊煮 然後床腹握聚,盡視甘美乙座盆中 供養十方大德眾僧 當此之日,一切盛重 或在山間禪定,獲得四道果 或在樹下經形 或六通自在教化生文元訣 或十地菩薩大人,全獻彼丘 在大眾中皆同一心 受伯和羅範,聚清境界 聖眾之道,其得汪洋 其有供養此等自四僧者 現世父母,六親眷屬 得出三途之苦,迎世解脫 以始自然,若七世父母生天 自在化生,入天華光 十佛吃十方眾僧 皆先為始主家咒願 願七世父母行禪定義 然後受始,出受始時 先安在佛前,他四中佛前 眾生咒願景,便自受始 使穆蓮彼丘其大菩薩眾 皆大歡喜 穆蓮悲提氣生食然除滅 使穆蓮母祭遇世日 躲脫一劫惡鬼之苦 穆蓮腐白佛言 弟子所生母,得蒙三保功德之利 眾僧微神之利故 若未來是一切佛弟子 一應奉于南盆可為而否 佛言大哉快問 我正欲說,如今復問 善男子,若比丘比丘尼 國王太子大臣宰相 三公百官,萬民俗人 行慈孝者,佛歡喜日 僧自私日,以百味犯食 安于南盆中,施十方自私僧 否樂無己 是佛弟子修孝順者 因念念中常益父母乃至七世父母 年年七月十五日常以孝慈 亦所生父母為座于南盆 師佛己僧以報父母常養慈愛之恩 若一切佛弟子應常奉持事發 使穆蓮比丘四倍弟子歡喜奉行 七月十五,也是于南盆會的重要節日 也就是印度聖人 他在他的教化區 也讓大家這一天要做功德 誰是僧人,告訴大家 在座的各位,你們都是僧人 在六祖慧能的時候 大師已經告訴我們要歸依自信佛 歸依自信法,歸依自信僧 也就是在這一天 我們心念要清淨,要有大悲心 那你就是清淨僧 你來做法會,參與法會 用一顆清淨心,慈悲心 就可以利益人天,利益苦難眾生 利益三惡道眾生 這也就是為什麼要聯合大家 我們一起要做法會來辦超度 而不是簡單的只是燒個紙 所以說我們有一套的遺軌 這些遺軌對大家很重要 通過這個遺軌 通過你的自信僧的修行修煉 回向功德,這個利益 我們今天所做的所有的利益 不是一個簡單的世間法的利益 對大家一生成就都有很大的利益 那麼這個故事告訴我們什麼東西呢? 目見連,大家知道 他是佛門的大神通者 神通第一 他正了神通以後 他要報母恩,所以他去看父母在哪裡 結果看自己的母親在惡鬼道受苦 他就盛飯去給母親吃 母親吃不了 為什麼?惡鬼道眾生看飯時都是火 喝水都是血河,血水 又不能喝又不能吃 所以他們就餓 即便別人給他供飯時,他也不能吃 就跟目見連就大哭 他有師父啊 所以他就回去找師父,找釋迦牟尼 釋迦牟尼說,雖然經上原話不這樣說 那麼我們可以演繹一下 釋迦牟尼說,我也沒辦法 你找我也沒辦法 你母親的業力太深重了 我當師父也沒辦法 那麼有什麼辦法呢? 告訴你一個辦法 7月15佛自私日 可以聯合大眾來摘僧 然後用箔、盆來裝各種各樣的 微苗吃的、用的 還有墊,墊是什麼? 墊就是我們的精音質 現在佛教有一些人誤會 說我們修佛的人不燒精音質 這是對傳統祖根文化的一個毀壞 希望這種人改口 好好研究一下佛法的八識 就明白了 為什麼當時佛是不能燒紙的 你們知道當時為什麼佛不能燒紙嗎? 為什麼? 所以大家要懂點歷史 那個時候紙張還沒有發明 我們是在漢朝時期 我們才發明了紙張 之前釋迦牟尼的經都寫在什麼上面? 樹葉上面叫貝葉 寫在樹的葉子上面 沒有紙張 所以是哪有精音質可以燒 有些人說 你看佛陀都不燒精音質 你倒是真會說 他倒是有啊 你怎麼不說佛當時不花美金呢? 佛當時花美金嗎? 那沒有紙怎麼出來的美金? 美金是印在紙上的鈔票 你這個人倒是挺搞怪的 就落伍落到這個份上 佛燒不燒精音質 他有的還明不張膽的問呢 肯定不燒 告訴大家 但是佛用什麼方法呢? 大家看到了要供養 供養不是光供養我們活著的僧人 還有成就的佛陀諸聖眾 還要供養什麼? 惡鬼道、地獄道這些苦難眾生 那怎麼供養? 他也是通過鹽供或者燒食的方法 就把一些食物用火燒掉 架著木炭把它燒掉 所以在西藏還保留著傳統的火供 火供它不是燒紙 它燒什麼?它燒食物 好吃的藏巴、糖、所有的水果 好吃的這些東西拿來放在上面燒 燒了以後給六道眾生吃 因為有些眾生他要吃那個香氣 聞香而得失 所以大家要重視不要誹謗我們佛所說的 玉蘭盆繪的這種法 要舉法的 要跟著時代俱進的去走 所以大家今天燒金銀紙是如法的 我可以負責任的跟大家講 因為你如果真能跟六道眾生溝通的人 你知道三惡道的苦難眾生 它是極需要大量的物資、大量的鈔票 由我們人來供養 這是給我們人積累功德、積累福德的 一個大好的世界 有的人說 老師拿真的美金燒 拿真的新幣燒 Yes 更好 你燒啊 你燒一百萬新幣給他 因為你們現在拿一張明幣就是一百萬一千億 你燒一個億給他 燒新幣 燒一個億 那不是我管你 那警察把你抓走了 破壞咱們的法定貨幣罪 不可以啊 那就是太奢侈了 所以變通一下 那麼軌道有這個意 它能通過這個物質轉化 它能夠用 你又花很少的錢 不浪費我們社會的財富 減少浪費財富 所以通過這個 那麼歷代的祖世大的 慢慢發現了很多方便善巧的方法 去利益這些眾生 他真的能被利益到 實際上重點的一個 還是要參與者體內的光 化出來這些東西 所有的我們世間 所有的萬物都是化生的 你看到的所有的東西都是化生的 它真正的化生的本體就是生命光 就是光子 所以說我們在做法會的時候 做仪軌你要心動 心動了以後用自己的心念力 用自己的光 驅使自己的生命光去化 真實參加完法會 當時是很嗨的 第二天是很累的 一定的 為什麼? 你大量的生命光被你不施出去了 你體內的 battery不太足了 昨天釋放了太多的電出去了 power出去了 所以大家要懂得這個道理 真正懂得這個道理 所以釋迦牟尼你看 他這麼厲害的人 他也說自己沒辦法 那為什麼讓大家參加這個法會 一眾人我們這些人聯合起來 那麼你們自己說 我自己在家裡做好了 自己在家裡做可不可以做?可以做 力量有多大呢? 你有沒有目尖連厲害? 你還沒有目尖連厲害 那你就做不成啊 你做了你沒有利益 為什麼要聯合這麼多的修行者 這麼多的發心大眾 我們一起來做呢? 那不一樣 那個力量大 那同時還要請諸佛菩薩來 還要請天道的天龍護法 周圍的大護法們來 那這個法界一體聯合力量 那才可以 因為連釋迦牟尼也沒辦法 有的人來說師父你幫幫忙 我說釋迦牟尼沒辦法的事 我哪裡有辦法 所以你還是要來參加法會 那這是經常講的 不是你自己一個人就能搞定 或者說拜了一個師父 師父就能幫你搞定 凡是一個人說 你把錢給我 然後你所有的事我都給你搞定 這就是邪魔外道 為什麼?在這個經上我們看 釋迦牟尼厲害嗎?他厲害 他能不能幫目尖連超度他的母親呢?不能 有沒有方法?有 怎麼個方法?聯合大眾的力量 你要參加法會 你要在這個法會中 積極的布施 積極的參與 然後身口意都參與進來 這個利益大 最後母親被超度了 大家不要牛說 我在燒紙 我在自己燒就行了 我這個七月我也燒了 我在別處也燒了 那你燒了 他們那裡有沒有做法會? 對呀 沒有做法會 你只是一個世間法 可能你的祖先多了一點錢而已 但是真正的利益他們了嗎? 真正他們從三惡道中能出離嗎? 不可能的 因為一定要這樣的 這個如法的舉行法會 聯合十法界眾生 聯合四聖眾 生文元絕 菩薩佛 這上面講了有佛 你要供佛 你要供僧 僧你們這些人就是僧 我們自己這些局勢 我們叫局勢林 局勢林 我們這些局勢就是僧眾 在傳統的僧眾中 有出家眾、男眾、女眾 在家眾、男眾、女眾 叫四眾弟子 僧團是四眾弟子組成的 大家一定要重視 我們積極地在接下來的法會中 做一個清淨僧的身份 參與法會 大家要重視一定要 身心都來積極地參與 才能真正的利益 過去七世父母 今生的父母 今生的父母 活著的可以天父天壽 過世的 往生在不好的道可以超拔 光木女、婆羅門女 地藏菩薩的前世 都是利用這種 借助諸佛菩薩的力量 才真正的利益著自己的 過去世的母親 所以大家要相信 佛陀不說假話 我們OSS這個平台 做了很多的大中小的法會 每一個都很殊勝 參與者都是見證者 無論是在當場 有什麼樣的採光出現 還是在做的過程中 每個人心靈的震颤 心靈的同平共振 每一個都是大受益者 這個就是告訴大家 七月十五是十分重要的一天 我們會一致延續下去 我們OS的平台 在四大祭祀日都會做祭祖 所以這個我們為什麼 特意給大家設立一個祠堂 以前我們是老學員知道 我們是做完法會了 趕緊撤 撤完了再趕緊擺祭祀堂 按著祭祀還用這個空間 現在咱們的福報大了 不用那麼辛苦了 提前已經有道場了 有祠堂了 有佛堂了 所以待會兒大家去佛堂要拜拜 為什麼? 一定要去請諸佛菩薩幫忙 因為我們福報不夠大 福報夠大我們整層樓 又是大雄寶殿 又是講堂 又是祠堂 整棟就輝煌了 你們待會兒下去 一定要把佛堂印到腦子裡去 祠堂印到腦子裡去 待會兒做法會 你們才能夠把整個的場 跟法會現場融合一個 是我們三個會場 最後到融合在一個會場 再加我們的火工是四個會場 大家要記住 不是光在人念念經送送咒人 你的心意要配合 身口意都要配合 佛堂裡面你們去看了 我們的衣包、衣箱 還有那個黃牌後面的 所有的紙箱子的精英紙 都是要供出去的 所以大家把那個印記 也要留在哪海裡 因為待會兒我們的畫紫、畫物、神咒 你要關著大佛堂來畫 因為我們所有的供養物都在那個地方 祭祖的時候 你要腦海裡有我們的祭祖堂 萬幸祠堂的影像 那這個時候 在送祭祖文的時候 效果才會不一般 這是直觀的聖觀法 你們修過聖觀的人 都要知道這是聖觀法 一定腦子裡有這個印記 所以待會兒給大家留的時間比較寬裕 下去走走 佛堂也好、祠堂也好 都可以上香 我們設了強力抽風計 工作人員引導你們 你們想上香都可以上香 關鍵是跟那個場融合一下 具體的法會正式的程序 回頭我們在下一個時間段 正式開始法會的之前 因為有一些人還沒有到 免得現在講了 到時候他們又跟不上 給大家留出更多的時間去祠堂、去佛堂 先去佛堂拜 我們先要尊敬我們的諸佛菩薩 拜完了以後再去祠堂拜一拜 如果是煙太重了 你嫌太熏眼了 你就離開一會兒再進去 古代師父帶徒弟 在一個時期 徒弟要把你關在山洞裡 還要把那個洞門給封死 然後裡面搞上這種香 我們祠堂用的香是純植物的 裡面有一百多種藥材 它用這種香來幫助你開竅 身上的所有大小的360個血竅 用這個香都可以把它沖開 還可以使你肝裡的大量毒排出來 就是你會流眼淚 平常時間你不會流眼淚 只要香一熏眼淚就出來是好事 因為眼淚一出乾毒就排出來了 所以大家不要反感這些香的東西 它是有妙用的 所以我們的佛堂、祠堂用的香都是純天然的 沒有任何污染的 大家放心在那個環境中收一下熏陶 至於說大家還沒有完成各種各樣的功德的 你們就跟工作人員諮詢 他們會在另外一個房間 你們可以去諮詢 需要了解什麼去諮詢什麼 好 時間的關係我就撈到這麼多 好吧 好 謝謝大家